參加好 好心的一張面孔 是不是 很年輕嘛 對對對 其實 剛才看到你那個 對你的簡介 這令人刮目相看 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 原來這麼多偶像歌手 在你的這個創作之下 使他們這個聲名大噪 沒有沒有 這個 我知道中國人都很保守 這個一介紹自己的成績 跟這個 就覺得有點含蓄 不要客氣 藉著這個節目中 好好讓他們了解一下 你的功力 這個之前那些作品 誰唱的介紹一下 剛剛那首歌叫 讓懂你的人愛你 我記得是 蘇永康 蘇永康唱 對對對 那麼像 梁詠祺也唱過你 梁詠祺 對對對 最早叫短髮 這都是A1的歌曲 主公歌曲 對對對 還有其他的歌手 多說幾個 像最近就是 剛幫成龍做電影的音樂 對對對 到了國際學 沒有 張學友啦 林律蓮啦 都是最近發表的新作品 好 記得這個張學友 好像是這個像 麥當勞的主題曲 也是出自你的這個想法 不過簡單 年紀輕輕 剛剛介紹音樂全才 謝謝 謝謝 這樣很不好意思 對 我們這個編 我可以體會到 有時候人家問到藝人那時候說 介紹自己的這個 什麼樣子 自己的成績 就有點說 就是不好意思 運氣了 不過你剛剛這樣介紹下來 還得了啊 對音樂來講 是什麼 學校是就供這個音樂系嗎 還是 沒有沒有 其實 念書的時候是念那個電子科的 完全不懂的 可是完全都跟音樂沒關係 是 因為有射練 從小有學鋼琴 可是後來呢 就跟朋友玩band 對 就是熱門樂團 是 常常我們以前在這個 欣賞一些好歌 翻翻他的這個詞裡面的意思 就常常看到陳國華 陳國華這個名字 是吧 本人是這麼的年輕 啊 一般人大家看到我都會覺得 就是有一點差距 名字跟就是人的感覺 是 對 然後覺得我很老 對 跟李國華的影響 對對對 這次是自己跳下來 從幕後走到幕前 這個說說看 這個 製作自己啊 跟以前在這個 寫作品給別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個人的一種壓力 或者 當然寫自己的歌 都會比較 就是緊張啦 因為其實當然自己 蠻瞭解自己的聲音 也自己知道自己能表現成什麼樣子 所以就 其實對自己都會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 就是龜毛啦 就是 拗很久 對對對 那就是 寫別人的歌呢 當然是 當然也有很多的壓力 因為就是如果你寫主打歌 大家就開始批評啦 因為就是 不管你做什麼事 我想好的壞的那種 一定是很多的嘛 是 那麼走向幕前 可能也有一種心情的 心理的一種起伏 對 那以後可能就不是這麼自由自在的 這樣亮相 對啊 有一些要小心一點點這樣子 這個怎麼講 我看你們這麼開朗的笑容 跟那種唱歌對歌的那種感覺 完全很自在 很自然 謝謝謝謝 像這樣觀眾可能看不出來 我還有化了妝 他都完全不化 講得很真話 但是年輕人好像也 如果發現什麼成聲 很多他們說 不用唱啦 就是叫這樣啦 一種新的概念 對 自然嘛 其實現在的就是歌手呢 要越自然越好 要不做作 所以你看 可能這個 甚至於情感上 這個自理行間的書放 也是走向自然 對 所以年輕人 在我這個年紀來講 覺得他們的詞曲意識 似乎直接了一點 但其實它是個走向跟趨勢 對… 反而我們要迎頭趕上 不會啊 你們也都一直很直接 可能您父親對我就很了解 他們那一輩吧 對您的笑話都很了解 我剛剛唱的那個歌 就是自己來唱一下自己的作品 曾經是別人唱 對… 那麼我們覺得寫歌給別人唱 自己唱可能也有不一樣 當時這些歌手在唱這些歌 您自己進去錄音室 也要不要旁邊馬上調教一下 你要的味道 有 要雕塑一下 有有 其實當初呢 就是寫這些歌的時候 就會先唱Demo給他們 就是簡單的這個Demo 讓他們先聽說 這歌到底感情是怎麼放啦 那歌手輕鬆多了 寫一個樣板給他 對 然後 就比如說什麼地方要 什麼樣的聲音啦 類似這樣子的方式 不過自己來唱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你歌聲早 就該走到目前了 謝謝… 剛剛完全是純現場 也是不容易的 這個… 很緊張 這個歌詞啊 跟音譽的這個 達到那個點啊 都非常的準確 謝謝… 我的公司 尤其是以一張來講 十四首 現在是以十首為標準吧 十首歌 對 那為什麼有的會用十四首呢 是不是感覺歌手比較廉價一點 可能… 而且可以多四五七首 可能是希望說 因為就是比較多發表的歌嘛 希望物超所值啦 就是可能… 可能觀眾買到 聽眾朋友買到的 十七首的歌 又不是十首歌 哇… 唱片不好做嘛 現在的制度越來越好 就是說 大家可以share 所有的成績 對啊 當然這個盜版的東西也很煩 對對對 其實最主要盜版影響唱片市場 非常非常的嚴重 對…其實從上面的回收 將會對下一張製作得更嚴謹 音樂用得更厚 對… 可是這方面 這個怎麼講 他們這個… 這個… 有這樣不太…怎麼講 這個桌面下的作業 使得我們應該使它更完美 將來資金更充足 通通就這樣打斷 對啊… 而且品質也未必好 對… 那麼這學生之間用電腦也很普遍 這也是一大損失的地方 其實最大的問題 互相靠來送來送去 對…就是盜靠這樣 靠一個東西送你這樣 不要去買了啦 十塊錢 二十塊就有了 還給你弄金裝本 綜合版本 對…精選金 這個有沒有一套方法呢 現在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出了一個新的這個產品 叫VM 就是Visual Music 視覺音樂 那怎麼杜絕它 有辦法嗎 對對對… 因為其實就是盜版啊 你要去徵成本嘛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歌 都派成了音樂錄音帶 把所有的故事呢 都在裡面呈現了 觀眾不只可以聽 也可以看 那其實呢 那為什麼講防止盜版呢 其實要盜版 當然可以盜啦 就是你要花比較多的錢啦 對… 當然你會增增你的成本啊 對…那一方面 防盜尻的話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每一個故事呢 都有畫面 那裡面有十一… 我專輯裡面有十一首歌 如果要整個盜尻的話呢 因為那個下載的那個容量 沒有那麼大 所以就尻不下來 這方面來杜絕 對… 可是就怕摩高一這樣 弄不了多久 他器材又追上來了 所以我們又… 唉…這個中國人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真的是…挺傷腦筋 不過還是在這呼籲買正版的比較好 是… 說到這個 我知道你對音樂方面 只要是戲劇也好 各方面你好像都充滿了興趣 前不久的果陀劇場 對…舞台劇 舞台劇 以及將來對這個戲劇 你也很有興趣 說說看 他們… 他們是覺得我可以去演戲搞笑的樣子 可能長得很搞笑 是 我剛剛在後台還沒… 還沒上陣 還沒上來上節目 他就來了幾個集長 我都被他…通通被他拷倒 你…年輕的笑話 其實也可以聊聊 因為現場的老外要刺激一下 香蕉呢…跟巧克力 對不對… 第一回合 香蕉跟巧克力啊 你覺得… 對 兩個人猜拳 結果呢… 香蕉贏了 就猜一個食品 他猜一個食品 我怎麼想香蕉跟巧克力融合在 這個答案是什麼 這好簡單 因為巧克力酥了嘛 巧克力酥了 巧克力酥怎麼這麼簡單 這樣大家懂了吧 然後第二個又來 第二個 那因為呢… 就是香蕉又不服氣 找芭樂來 唉唷 跟巧克力酥一下 照這個邏輯 對對對 他就比賽 結果呢… 巧克力呢…贏了 唉唷 巧克力贏了 他們合音也要動動腦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產品 唉唷 對 巧克力贏了 找芭樂 大家眼神那麼膀胖 我忘了剛剛答案 你再講一下 巧克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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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就這麼簡單 對… 這個東西還一集一集 不知道什麼人在發表 對啊… 現在年輕人真的… 我們也… 我在其實網路上面 也都算老KK了 也老KK了 這樣子 因為他們都嚇我很多 讓我聽不懂的事情這樣 是… 喔… 那麼這個… 其實說到你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戲劇啊 剛剛你說他們覺得你可以嘗試 還真的可以呢 希望有一天… 有朝一日呢 有個大老闆能夠想中 哈哈… 那麼有的時候 心探也會覺得 你的個兒頭… 可不可以一併從寫真集出發 寫真啊… 那個我可能要… 就襯個什麼東西在裡面 大概… 肌肉不大夠… 斷練個半年三個月的 對對… 不過這個條件是… 個兒高腿長啊… 哈哈哈… 剛接觸他講的音樂是最主要 接下來再來帶來一個歌曲好不好 好 這首歌呢 其實… 剛剛小哥有提到 就是… 張學友最近呢 幫他們拍檔老呢 我也幫他們寫了一個廣告歌 那…因為很幸運的是歌神啊 張學友來唱這個歌 音樂製作啊 對 所以碰了不少的歌曲 超級的舞像 在製作之下啊 嗯 很多歌跟觀眾接觸 那麼自己心裡 有沒有覺得 如果在歌壇這樣放眼看去 有哪幾個歌手是你很想 把花心神在他身上製作一張唱片 我非常喜歡鳳飛飛 喔 鳳飛飛啊 我很想就是有這方面 如果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她唱 她的聲音給我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就看她的表演 所以呢 一直印象 第一個印象就是鳳飛飛 那因為我… 之前有聽過她唱台語歌 我其實很想嘗試看做台語歌 對… 哇 你這鳳飛飛看的節目 一定很有興趣 希望有機會 哇 這個… 好像沒有帶勾我的喉嚨 已經創作的人 也想在我身上 看看能不能創作出一些藝術火花 嗯 有一套… 是… 不敢…謝謝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中 一回聲二回收 對啊 這個我想… 但是…